小男孩被猿猴拐走 他被猿猴们扔着 强烈的势众赶下的他尖叫连练 黑豹和棕熊紧随其后 但还是追赶不及 很快 猿猴们背着小男孩爬上了一座山 可这个高度 黑豹和棕熊肯定是上不去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男孩被拐走 猿猴将他一把扔了上去 见他愣住 还在背后推了一把 小男孩叫毛克力 从小生活在狼群 因为遭到老虎的追杀 于是黑豹准备将他送回人类村子 没想到路上竟遇到了猴子绑架着时 黑豹和棕熊为了毛克力 拖着笨重的身体开始攀岩 棕熊看了看身后的悬崖 腿抖得不行 黑豹化身暖心小哥 不断鼓励着棕熊 苍天不负有心人 他们终于到达山顶 与此同时 毛克力进入一个宫殿 正当他环顾四周时